王老师第一次来的时候 谁在说吗 谁在说 我印象特别深 他来的时候呢 那会儿肚子比现在还大 就那会儿比现在胖 对 但是那会儿呢 我客观地说啊 那个时候王老师没有现在这么神采奕奕 就那时候可能有一个人生经历的一个小低谷 但是王老师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人不一样 他特别有那个艺术份 特别有艺术份 他那种的 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些专家在做调节的时候 就是一本正经的 他各种耍你知道吧 然后后来他们就说 问我 来说王老怎么样 王老怎么样 我说王老特别好 如果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类型的节目 我说他应该干主持人 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 我说他干嘉宾 灰了 屈才了 我跟你说 我说的是原话 后来很快我就走了嘛 对 就是你录完大概 一两个月吧 两个月 七个月之后 就为你说中了 七个月之后 他来的时候是夏天 他来的时候是夏天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